相关消息,我们请到香港新闻工作者联会副主席郭一鸣跟我们分析一下 郭先生,你怎样看航美事隔四年再次联合军演 对朝鲜半岛以及亚洲局势有什么影响呢? 另外,韩国总统韩石穴提出 经济合作换取朝鲜无核化这个大胆计划有限不限得通呢? 这个美航重启四年纪的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意味着放弃前任总统文序印所推动的 即是跟美国一起推动两行的和解 推动朝鲜半岛的缓和 这个前朝的做法是在这个军演 大规模的军演之下完全是推翻了 今次的军演规模之大 即是有三万多个去陆空的军人参与 同时也都是动用了韩国政府的多个部门去参与 那这个动作非常大的 一定也都会是对朝鲜半岛的局势造成一个紧张 事实上美国多次去到其他的国家的地区 去到和一些盟友搞这个所谓的联合军演 每一次的军演都会是制造了第二地区的局势的紧张 这次也都不会理我 至于韩国的总统 这个韩石月 他提出的这个气候换 这个经换的一个计划 其实美国之前也提出过这些类似的计划 劝说就朝鲜放弃这个核武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呼吁 同时也是用一个大规模的联合军演 去做一个支持 实际行动他的呼吁是背道而驰的 最重要的要推动朝鲜半岛的模下化 最重要的就是要双方多方去建立一个互信 而现在的做法刚刚是相反 所以这个呼吁我相信 朝鲜政府那边已经是拒绝了 也都在未来来看 这个呼吁这个计划的可行性 也都名副其名 除非在朝鲜方面 在韩国方面和美国方面 有些实质的行动可以加强 逐次不能加强这个呼吁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 目前来看 这个呼吁不单是没有建立 而是可能是越走越远 这个就是未来的局势的紧张 是令人担忧的 不单是朝鲜半岛 对整个东北的局势 也都会是进一步的紧张 主播 好 谢谢郭先生的分析